好 下周是国立的8月6号到8月12号 其中呢 8月7号是立秋 也是秋天开始要进来了 那另外呢 8月9号就是农历的7月7号 就是七夕中国的情人节 好 那我们看一下12生肖 我把分成四组做个说明 首先第一组猪兔羊的 猪兔羊下个礼拜运气不太好 盲冲有错 仔细剪点 小心 再小心 第二组狐马狗 狐马狗不错 运势大好 陈胜追击 大好的包括工作也好 感情也好 钱财或各方面的运气都蛮不错的 对不起第一项是只有一个赞 好 那么这个不错就有四个赞 好 再去蛇肌牛的 蛇肌牛是加紧脚步冲破瓶颈 就是你要拼 还要再努力 所以我只给了三个赞的比喻 好 最后呢 猴鼠龙的最好 猴鼠龙是积极表现 升职加薪 当然表示工作 感情 钱财方面各方面都不错了 所以有五个赞队 好棒喔 最后呢 我还加码有三个生肖 下个礼拜运气最好的 首先第一个是钱财最旺的 基本上大概都会属于在这一组跟这一组之间 好 钱财最旺的是属老虎的朋友 其次呢 事业最强 事业最强呢 是属老鼠的朋友 那这一句呢 桃花最红的 桃花最红的人呢 是属猴的朋友 哇 也真的 也真的 保握下个礼拜的机会 是 好 来 接下来呢 我们也来关心 下周各星座的整体运势啦 来 贝勒老师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周是8月6号到8月12号 各星座的运势排行榜 请大家同时参考你的太阳以及上升星座 我们来看一下你好运上榜在哪一个星群里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太阳星座 如果是两颗这个两颗星的话 有双宇座的朋友在这一周 要注意的是这个读书瓶颈 而且考试压力比较大 所以在面临考试的同学们 请你要加紧进你的这个读书的计划了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两颗星的还有哪些星座呢 是双子座的朋友是属于皮肤过敏小心晒伤 虽然要牵出天的时间 还是太阳很大紫外星很大 所以要注意美白商品的这个使用 再来两颗星的还有哪些星座呢 是母羊座的朋友是属于饮食过量 身体有这个身体负担比较大 所以是体育脂肪过重而且药味比较粗了 所以上榜的朋友两颗星特别注意了 再来我们看一下三颗星的朋友哪些星座上榜 如果你的太阳星座在上升星座是水瓶座的话 在这一周请你注意的要注意的话 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而且是属于那个工作的业务是有真无减 所以呢可能会经常会加班 再来呢还有哪些星座 如果说你太阳星座上升星座是摩羯座的话 在这一周要注意的话是困扰在感情上面 而且呢是属于破财不断的一个现象 所以本周属于工作也比较不顺利 然后爱情也比较不顺利 钱财也比较不顺利 提醒你要低调一点 再来三颗星的朋友还有谁呢 还有天明座的朋友在本周是属于身体比较疲倦 睡眠比较不足 所以要多注意睡眠 早点睡觉不要再看电视啦 那我们看到四颗星的朋友哪些星座上榜 我们的那个来宾究竟是落在四颗星 还是落在五颗星 在这一周呢我们有射手座的朋友 是落在四颗星 是属于展现质性 属于一个规划旅行的最好时机 所以进入秋天呢 秋高气床如果说你是射手座的朋友 在本周适合旅行 再来恭喜狮子座的朋友 在本周是属于酝酿转机 加薪可期 如果说要换工作的话 本周适合面试 各种的机会都会对你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故人运也会报道 再来四颗星的朋友还有谁呢 来恭喜巨蟹座的朋友 我们的来宾有巨蟹座的 所以是属于亲友团圆 家运和谐 所以在这个时间呢 适合跟家人打电话 跟家人共同出游 或邀请你的家人跟你来团聚 真情来讲非常好 再来看五颗星的朋友 还有谁呢 五颗星的朋友就是天蟹座的朋友 非常恭喜 是属于气势阵望 万事顺利 各种事情都非常顺利 所以据天蟹座的朋友 在本周做任何事情都会无望不利 再来要恭喜处女座的朋友 我们的来宾也是处女座的 妈了一字 是属于贵人出现 爱情放散 所以本周的爱情运非常好 如果说约会的话 就是能够增加彼此的恋爱的 这个好的回忆 那贵人出现的话 工作运也会特别好 再来非常恭喜第一名的是金牛座的朋友 新花怒放 恋爱靠谱 所以在选择好的对象化 本周适合去 相亲会遇到适合对的人 那恋爱加码的星座是谁呢 是金牛座啦 恭喜你 所以相亲一定要去参加 事业加码 恭喜你是天蝎座的朋友 加油加油 财运加码 非常恭喜四座 请你一定要去买彩券啦 来 接下来请汤老师来